老師 有一個講話 說男生啤酒度 或者女生腰很肥 有很多是因為說 因為你灌那個冰啤酒下去 然後腸會受不了 然後脂肪就去那邊 保護你的內臟 所以整個就在這邊 就大家就 你不斷喝冰的 他們就團結起來 說這個主人一直給我們吃冰的 很冷 所以他就 他就一直這樣子 就沒有排出一外 幹嘛要說我啦 都一直造成 他也會懷孕的假象這樣 其實就是說冰涼的東西 不是說千萬不要吃 因為你如果跟他講說 你都不要吃 他會比較難看對不對 潛藏即可 真的就是 或者是把它放著 稍微沒那麼冰的時候再來喝 但是剉冰 沒那麼冰就變水了 什麼叫冰的東西放比較不冰 有啊 有時候我明明就很想喝一杯 冰淇淋放給他化再來喝 變奶昔 我是想說我們 那個冰箱裡面的果汁 真的很想喝 可是我不會冰面馬上喝 我就稍微讓它退冰 就是常溫的狀態來喝 那一般如果說你覺得說 你的腸胃功能 最近蠕動非常不好的時候 那就是嘗試的一段時間 喝溫的開水 就是換後 如果你想要喝飲料的時候 就喝溫的開水 因為我們常常外食的人 那你會吃完東西 因為可能就是味精太多 調味料太多 所以你會很想喝水 那你這個時候喝水 你就是叫你喝熱開水 你會覺得說很快喝 那你一定要喝那個 又含了糖 然後又冰又涼的飲料 你就覺得很過癮 可是這些東西下去 你只會增燙 然後再來消化變不好 我都喝太多 對 對 好 再來就是穴位的按摩 比如說最近壓力比較大 頸間會僵硬 你就可以按摩一些百慧 然後按摩天磁跟風磁的地方 天柱跟風磁的地方 然後就是像平常 我自己會覺得說 最近空氣很悶 那我覺得好像有一點切癢 那我會按一按虎口 然後在這個兩個手指頭 就是這個叫什麼 無明子跟微子的地方 就是按摩一下 那就覺得說比較舒服一點 對 是 我們這一本書裡面有啊 就是說你壓力大頭痛 就是按眉鈴鼓的地方 就一些穴位的按摩 也會告訴大家 好啊 真的 很多方法 不過剛剛老師有提到一個 就是把廚...把什麼 把藥房變廚房 是 這樣講對嗎 還是你們剛剛是講 廚房取代藥房 廚房取代藥房 對 我們不能把廚房變藥房這樣 是 把廚... 那都是風水的問題 是... 冠宇老師 比較快 妳是吃到什麼 妳都按摩 來 我們來看哪些廚房 它的這個風水 只要出現問題的話 直接就會影響到身體 健康也會出毛病的 讓身體出狀況的 廚房風水有哪些 讓身體出狀況的 廚房風水有哪些 我們要特別要去注意 第一個是 爐灶壓涼的話 一定會有痠痛癌症 真的 但是爐灶壓涼 很多人只聽爐灶壓涼 他們家每個人都是壓涼 每一家的爐灶 有80%在建築裡面來 80% 85%的爐灶一定有壓涼 但是這個壓涼之中 是什麼叫做壓涼 是你的爐灶放上去之後 上面沒有吊櫃 只有看到一個橫樑 這掌才叫壓涼 如果你把瓦斯爐的爐灶 跟上面的吊櫃拉成是一個平的 把那個樑全部蓋在吊櫃裡面 這樣就不叫壓涼 所以這個就化解掉了 所以我們有觀眾朋友 常常會誤會說 爐灶壓涼 這麼多壓涼 自己就會對號爐灶 所以它會產生酸痛跟癌症 不過你有吊櫃給它化解掉 或者說你天花板拉平掉 這就不叫做壓涼 第二個是爐灶對到門 爐灶對門的時候 常常會碰到什麼 我們進了廚房的門 進了剛好爐灶跟它正對的 不然是後陽台 後陽台進來 有時候因為建築的面積不夠大 廚房不夠大 後陽台門進來的時候 一打開門的時候 剛好是爐灶 是 這種情形就意外的雪光很多 所以現在可能出去又撞到 哪有東西又弄到了 然後又受傷了 雪光就出來 好 所以意外雪光 第三種是 爐灶對到廁所 我們爐灶常常會有爐灶擺了之後 爐灶擺了之後廁所 廁所門剛好正對的 廁所你想 我們廁所裡面的廢氣的時候 那個廢氣一直出來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 那個廢氣你在煮東西的時候 熱在滾的時候 它就會把這個廢氣加在你裡面 就叫化學一樣的 就起了化學作用 所以你的產品裡面 你那些煮出來的這個物體 就會有這個廢氣在裡面 掺杂在裡面 所以當然就會影響到 我們的腸胃的問題 第四種是 爐灶對到水 爐灶對到水 我們的瓦斯爐 爐灶在這裡 常常很多人因為面積不破 它爐灶就併在水槽旁邊 你想 你在煮東西的時候 煮東西火在煮 這邊在洗一通水 噴到鍋子會什麼 就變黑掉了 這個就是碳的結晶 所以你吃這一鍋的東西 它就會形成絕食 所以就會有結晶的現象 所以爐灶不能對到水 不能靠在旁邊 不能對面 對面 這都不適宜的 第五種是 爐灶對到了冰箱 因為很多人 因為空間不夠的時候 冰箱門一打開 瓦斯爐在那邊煮東西的時候 冰箱一開冷氣吹了 那個火就會散 對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煮出來的東西 它的火不穩定的時候 這濕料在這裡面煮出來 都是就不穩 所以這不穩的時候 當然就會產生你的會結晶 會有痠痛 所以古早上說吃飯 煮飯 那不穩定 就冰箱了 冰箱了就是胸裏 所以有的就會產生了結晶 但是我們現在 現代的跟瓦斯爐的時候 常常會我們統計出來 就容易痠痛 是結死的現象 所以特別注意 那再來第六種是什麼 衣物 披在抽油煙機 會有什麼 糖尿病 有人這樣 很多 因為現在我們三個都穿不破 穿不破又不甘 你知道嗎 要拼著 不甘 又沒有拿去關給人 他沒有去拿去捐掉 自己就不甘 發了一堆 我最近用老公 最近用老婆 或是用哪個小孩 就一跌在那個廚房裡面 他省得擦抽油煙機 他就把那衣服就往上一批 等於一個禮拜就擦一擦 我就丟掉了 常常我去看房子 因為每天在房子看 我常常碰到這種案子 這種統計出來會怎麼 家裡面的這段水 就是糖尿病 所以我們通勸 我們的家庭主婦們 絕對不要吝嗇 去擦你的抽油煙機 你不要那麼懶 那些衣服你不穿了 不會破又丟了可惜了 有人在捐了 有那個桶子 你就給它塞進去就好 送到全球的國家去就好了 不要拿來吸你的油煙 所以古早上說 像在做Q一樣 你的衣服有你的氣 你穿過有你的氣 你用這一個人的衣服 一段時間 長時間 都用它在披在吸油煙的時候 那種氣會有這種反射 所以這種反射上 就是統計出來 是一種糖尿病 所以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我真的有聽過 很冰冰 媳婦 你知道嗎 那吃完 那瓦在說冰冰 吃過了以後 放在冰箱 讓它保鮮就對了 不是 不會有螞蟻跟髒毛爬步 下一頓在哪裡 直接用 所以吃完兩盤之後 包上保鮮膜 明天後天也可以再繼續用 而且這個特別注意 對 所以像這個 用衣服披在抽油煙機 是很可怕的 很多人會這樣做 要注意一下 第一種是 爐灶常常放菜刀 因為有些人很貧囊 菜刀常常適合 所以瓦斯爐上面很晃的 你知道嗎 瓦斯爐它很方便 它沒有想到旁邊 因為空間不夠大 它就隨便在擺 因為牆壁裡面弄個架子 插在牆壁都可以 你不要就瓦斯爐上面 很給它擺的 所以爐灶常放菜刀的人 家裡面的雪光就多 家裡面的爭吵就多 所以你想一想說 這瓦斯爐上面 常有一把刀在那邊 如果阿婆不好吃 牆壁就砸了 這種情況 家裡面爭執 吵架就會特別多 所以我們要禁忌說 家裡面你的刀叉 絕對菜刀切完之後 絕對不要去放在瓦斯爐上面 去收到櫃子裡面 布在牆壁弄個架子 刀架給它擦好 這樣相對的 這家庭的和諧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個其實都是 我們要注意 來 瓦斯爐老師 來幫大家做一個 神秘的色彩占卜 我們就來沾 你比實際的年齡 年輕嗎 對 這是一個相當令人覺得 害怕的一個占卜 就是說 到底你現在看起來 是不是比實際年輕 因為也許你逼你的老公說 你比較年輕 或是你騙自己 但我們做了測試就知道 你是看起來比實際年輕 還是比實際老人 題目就是 因為你想要看起來年輕 所以你買了高檔的 昂貴的面霜 還有眼霜 然後這個都是擦了青春不老的 你會用哪一塊 大概會用多少錢 你所謂的昂貴 是我們薪水的 就是好幾倍 就所有年終獎金都了 OK 要花這麼多錢 等一下出賣我們的靈魂 來換得年輕這樣 第一組是這樣子 有沒有 面霜是黃色的 然後眼霜是藍色的 第二組是長這樣 有沒有 紅色的 然後眼霜是紫色 第三組面霜是透明白色 眼霜是紅色 第四組藍色 然後眼霜是紅色 好 第五組是藍綠色的 然後再來這個是綠色系的眼霜 來測測看 要小心的測 我要第一 好咧 好 先測二 秋香老師 第三 好 三 好 我選擇五號 五號 好 竹林哥 我覺得藍色加紅色 第四組 都不錯 超有效的